这两天 也没什么 就是 这两天一直沉浸在惊喜里 现在忽然冷静下来 在想以后的事 周宝贝 如果 我真的怀孕了 你打算怎么办 那个 苏小姐 周医生 检查报告出来了 怎么样 苏小姐的尿茧是阴性 彩超和血茧都显示没有怀孕 你确定 我没有怀孕 是的 门来月经呢跟压力过大 营养跟不上呢都有关系 反胃 反胃 应该是因为长期节食 而你现在呢 又突然之间 食量过大引起的 你还年轻 以后啊肯定会有的 没事 反正我们也还不着急呢 谢谢啊 客气了 我刚才说 如果我真的怀孕了 你打算怎么办 那就把我们的事提前 我们的事 什么事 结婚 我又没打算 要那么早结婚 好 那等你愿意了再说 我等你 好 好 家伟啊 之前我跟你提的事 考虑怎么样了 抱歉啊王总 我最近 小休息来着 没怎么考虑工作上的事 没事没事 偶尔放松一下 也是正常的 毕竟最近 也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来 不过 我还是一直都很欣赏你的 虽然你之前跟苏金北 也闹出过绯闻 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家伟啊 你应该知道 公司的环境 对艺人的发展 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你能够加入我们公司 我想 我们彼此一定都会有 更好的发展 你再说